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昨天晚上看到新的数据的发展 美国当天新增17000多里 这样我们就需要更进一步的调整 后面的我们的储备 所以现在一早我紧急要去超市去 再准备一些东西 大概要准备一个半月到两个月左右的物资 我们今天去了超市 把我们需要的这个食物和日常用品做了一些大量的补充 基本上可以满足我们两个月左右的时间的生活的这个日常的需求 那么当今天呢去了这个山目超市之后啊 因为山目超市是这个会员制管理 所以呢去了之后呢 我总体上感觉呢放心了很多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山目超市呢我进去之后在停车场里头 我就看到了这个这个车辆呢没有像像其他的这个超市这么多 那我下来之后去到了这个排队的这个地方呢 其实我前面就两三个人 因为当时还没有到九点 接近于九点 他是九点开门 所以呢这个他们首先呢在入门的这个地方呢 做了一下人流的控制 核验你的这个会员证 会员卡 然后呢对你的购物车 因为你的这个购物车呢 都不是你去拿取 是他们有工作人员在那个地方 把这个购物车给你推到你的面前 然后呢有另外两个工作人员 对这个购物车进行全面的消毒处理 一个呢是做购物车的整体消毒 一个呢是做购物车的这个扶手 那个地方单向的消毒 所以呢这个消毒了之后呢 才把你放进去 其实把你放进去的时候呢 他还要考虑放进去你之前的前面那个人在哪里 他必须要把你放进去的时候 跟前面那个人至少要保持有五六米远的这么一个距离 所以呢这个距离是绝对安全的一个距离 那么你拿到购物车之后呢在往里头进的时候呢 我因为当时没有办法去拍摄 所以呢这个往里头进的时候呢 他说白了都是规定的线路 有一些那个他不想按你去的地方 或者是生怕你绊道这个拐弯的地方呢 他已经用绳子给你拉起来 或者用其他的那个布条给你拉起来了 所以呢大家都按照一个方向和一个通道来进行 这样呢就是慢慢的往前走 我呢在观察前方的人 因为我要跟前方的人保持适当的距离 那么我后边的人呢 我后边的人呢也在观察了我 所以呢大家所有人都是这样做 在入门口呢他立了一个很大的警示牌 也是告诉人们要有两米以上的安全的这个距离 所以大家都特别注意这个细节 那他就把这个在实际的这个购物的过程当中 其实大家离的都很远 已经远远的超过两米三米甚至四米五米 我觉得我始终跟前方的人保持大概有五六米的距离 那后方的人呢跟我大概也一直保持有五六米的距离 所以在这个方面呢是特别安全的 那么我进到超市的时候呢 我也在发现有一些这个比较明显的变化 进入超市的人有一些大概有百分之十到十五左右的人群 有戴口罩啊戴手套 也就是自我的这种防护的措施已经做了比较明确的采取 那么看到这个工作人员呢都很少没有工作人员没有戴口罩 他们大概几乎都戴了手套 做一些消毒的做一些一些导引的做一些管理的做一些控制的做一些服务的 包括搬运拿取上货配货这些工作人员呢都没有戴口罩 但是他们都有戴手套都有戴手套在有条不紊的进行作业 那么在购物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也还是这个体验比较好 基本上他感觉到大家都比较需求强烈的 你比方说像纸啊 厕纸啊和面纸啊和这个瓶装水啊 像这大家比较容易频繁的购买的这些东西 在超市里头已经堆积入山了 已经堆积入山了 而且他防止有更多的人过去拿或者是搬动他 然后可能会导致有交叉感染的可能性 那么他们已经不允许这个客人去自行拿取了 他都是工作人员去拿取 你就给他一个眼神他就明确了就知道 或者是他已经把那个纸或者是水搬在手里头了 你只要一点头他就给你放在车子里头了 所以这么一个秩序有条不紊的秩序 我感觉到呢是比较好的 那么他们里面的货物的摆放呢也做了一些调整和排序 把大家紧缺的必须的有一些物资在位置上做了一些调整 加强了人员的管控啊 在这些区域里头都有专职的人员进行配套的 他站在这个通道口对人进行管理 那么所谓管理呢无非就是说 一个呢就引导你进入这个通道 第二个呢当他发现你跟前方的那个客人距离偏近的时候 他就会控制你 他用手势或者用语言阻止你 让你等一下 他感觉到你跟前方的那个客人的距离达到了他所期待的安全距离之后 他才会放你进入这个通道 所以整个购物的过程下来之后呢 都是节奏比较慢的 而且呢你有充足的时间 在你所要选取的货物的这个部分呢 进行检查或者是核验进行选择 进行观看 这个都没有问题啊 大家反正都不着急 就是慢慢的往前走 那我在整个从进入一直到我出去到结账的这么 这个过程的里头呢 其实我一直觉得我甚至都看不到人了 呃 其实呢整个在这个山谷超市的这个 这个里头他是不满了人的 只不过人都散开了被人人为的进行了这个 人流的控制和这个隔开 所以呢整个购物的过程是比较舒适的 比较舒适的 那么从货物的这个完整性上来说呢 那前一段时间比较紧缺的像厕纸 水各种食物 目前看呢都没有缺少的迹象 只是没有面粉了 因为我去的算是比较早 但是也没有面粉了 像其他的呢 物品呢原来同类物品大概有两到三个牌子 那现在都没了 现在就是一个牌子 然后基本上就是大的包装 比方说厕纸就是48卷 然后这种大的包装你要要就是48卷 水就是大概是都是30瓶的 就是一个大的瓶装水 也就是一个东西没有你选择的余地 你要要就给它试一 它会帮你弄 其他的那个小的物品呢也都是 基本上你没有选择的余地 就是有或者是没有 大概99%的物品呢都是有 所以呢我们在采购完了之后呢 我再回想 来对照一下我自己的需求方面看的 基本上就是免费没有 没有买到 当然像原来他们卖的这个消毒用品 那是一直没有 口罩啊包括这个 具有杀菌的这个消毒的这个洗手液啊 这些是一直是没有的 在很多场合都没有办法买到的 那其他的就是我们居家的生活用品 是大量的满足供应 这个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那么在这个购物的过程当中呢 当我到达了这个自住的这个结账的这个平台 这个地方呢 那么他还有工作人员在那个地方 对你进行指导和控制 当然也都是大概有三米以上的距离 他会看他会观察你的这个购物车里头 因为我们在购物的时候呢 有时候不经意 有一些大的物品 他立了牌子说啊这个东西只能买一件 但是有一些小的东西呢 我们在采购的时候呢 没有看到这个明显的这个标志牌 其实呢他也做了这个限量的控制 就是比方说像有一些西红柿酱 那个成香呢他只允许你买一箱 像有一些蔬菜的罐头 也是成香的 那么他也只允许你买一箱 比方说我还买了方便面 他也是只能买一箱 还有一些那个果蔬类的一些这个东西 他只允许你买一箱 像鸡蛋呢只能买一盒 牛奶呢只能买一提 所以这些东西呢 他们都有比较大件的东西呢 都有标识还有一些小的东西 没有明显的标识 当时我也误解了 然后买了一大堆 在结账的平台的那个 要进入这个区域的时候呢 那个工作人员就会 他在旁边就有一个车 他会让你离开 然后向后闪一闪 然后他帮你对这个 你的购物车里面的东西进行梳理 把你这个不能结账呢 因为你两个东西在刷这个刷卡的时候 结账的时候扫码的时候 是过不去的 他帮你提前梳理出来 我觉得这个是特别好的 这个所以呢 等我购物出去了之后呢 我就看那个入口的那个地方呢 仍然有很多人在排队 但是没关系 它的秩序特别好 虽然慢一些 但是整个节奏都比较流畅 大家都比较安心吧 算是在整个购物的过程比较安心 在从超市出来之后呢 我去了这个山姆超市的加油站 看了加油站的情况呢 也更加放心了一些 因为加油站里头啊 新增了两个工作人员现场的 这两人来是干什么的呢 主要是对加油的设施 包括加油枪 把手和这个插卡的地方 以及输入密码的键盘 对这个部分呢进行消毒 每一个客人操作完毕之后 都会有工作人员上来 把这个对应的这些地方呢 也就是说人接触的这个部位呢 进行单独消毒 我觉得这个做法呢 也让我们这个安心了 这个不少 所以呢 从整个今天呢 观察的情况看呢 这是比较乐观的一面 其实还有不乐观的一面 那不乐观的一面是什么呢 就是我在回程的路上 发现观察了有几个 因为这个区域是一个旅游区域 他也有很多高尔夫的球场 那我就观察这个高尔夫球场里头 发现有很多人 在打高尔夫球一堆一堆的 他们好像在扎堆 几个人一起几个人一起 做一些技术上的切磋啊 或者是怎么样 算是一种比较高端的社交行为 那从这个角度去反映呢 那美国人呢 不管是低端的人群 中端的人群还是高端的人群 其实他们的社交的行为 压根就没有做根本性的改变 我们的这个国内的这个防疫的这个专家呢 三番五字的强调就是在社交方面 问题就出在社交方面 那必须要砸断了这个外交的 这个社交的这个 这个这条路 那才能从根本上解决 疫情扩散的这个根源 所以呢这一点呢 通过这些日子的观察 我发现 美国人的社交并没有中断 并没有中断 所以这一点 是我们长期以来比较担心的问题 那么 根据美国人的行为特点 他们在未来几日 疫情进一步加重的时候 会不会对他们的这种 这个不间断的 对外社交的这种行为 产生影响或者是 自我做出一些改变和控制呢 那么我们还不得而知 只能再进一步去观察 我们也后边的时间 会密切的关注这个部分 那今天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